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用这个来算球 先进城 不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尊主 本尊有些心神不宁 到这时候才发现你在 尊主最近四处奔波 也许是累了 累倒不至于 只可惜没什么收获 那萧白已经炼成了 凤鸣刀最后一事 这萧家心法是没用了 你说 这负责偷心法的小春花 还有用吗 这萧家心法的小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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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无论是武功还是智谋 均当得起智氏大侠 而今天 果敢磊落 智氏大侠 笑 何人敢在此造次 不得污蔑盟主声誉 一群虚伪至极的肖小之辈 即是为家父调咽而来 何不现身再论长短 吊咽 少庄主真是会说话 你还活着 以山派李建林 各位掌门好记性 大家都别来无恙 既是故人 有什么误会就当面说 李掌门为何口出恶眼 污蔑先父与众掌门 少庄主 还真是和年轻时候的 萧原一模一样 生就了一副好皮相 可惜都是一副令人作物 大侠作牌 别添乱 少盟主可以应付这个场面 李兄 既然你还活着 为何不回来找我们呢 我早已经是个死人了 今天之所以死而不活 少盟修院 就是剑部的萧原 被当作仁义大侠传送 他就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 你派胡言 少庄主 这是练就了凤鸣刀的最后一事了 那萧原死前 是不是把玄冰石给了你 上官秋月 叫哥哥 果然是你 你来干什么 那个李建林也是你带来的 小春花去看看热闹 自然就知道了 他们都说 萧盟主是你害死的 我只不过是将一些 陈旧的真相大白于世罢了 我知道不是 因为我看到他把药给盗了 所以你跟萧盟主 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把药倒了 有意思 不过我跟萧盟主没关系 可可什么时候骗过你 我都快被你骗得团团转了 妹妹既然好奇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听听呢 松开 要是让别人看见多不好 怕什么 现在凤鸣山中的所有注意力 都在大厅上 认真听 有意思 父亲确实给我一块金石 但并非悬兵石 里掌门岂可妄言 那颗金石 是不是白色莲花长 花瓣处还有血字 你为何得知 那是父亲的友人所造 友人 惠儿把玄兵石给了萧原 助他炼成凤鸣刀 成为武林盟主 复印儿子 如今却只落在个 友人的称为 宋父亲玄兵石的友人 是谁 萧原都不敢提他的名字吗 他也不配提他的名字 惠儿惠儿 纵然你是大毛头的亲妹妹又如何 依然是我最爱的朋友 什么 萧老盟主 怎么会跟千月洞的妖女扯成关系 是啊 是啊 千月洞 你还说你跟萧盟主没关系呢 千月洞人多了 怎么一出事就得跟我有关系 不过还真是精彩啊 这萧白练就凤鸣刀 还得靠你们所谓的千月洞妖女 小白不需要什么玄兵石 也能够炼成凤鸣刀 休要胡言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 怎么会与魔教妖女有所私情 萧原一生最大的功绩 不就是率众人攻打千月洞 成为一代武林盟主 万人敬仰的大英雄吗 他自然将她那龌龊旧事埋藏得越深越好 我只问你 每年的八月十五 总是合家团圆的日子 你可曾与你的父亲度过一次中秋节 小白竟然没有过过中秋节 可父亲的一生为正义所生 陪家人时间本来就少 这又有何可以污蔑我的父亲 你可知道 每年的八月十五 你那心系武林的父亲 不惜奔赴万里 赶到桑田村附近的和堂 站立一宿 不相信是吧 好 我再问你 你与萧原父子二十余载 你肯定见过他的心脏处 刻着一朵冰莲花 当年情形 里长们不必善说其词 不逢当众告知 我相信父亲能够经得住任何考验 二十四年前 二十四年前 我和萧原被星脱下毒追杀 无意间闯入了千月洞附近的冰谷 被惠儿所救 好 冰才喜欢他 小姐 左边这颗中了毒 雄多吉少啊 这么好看没救了 果然漂亮的东西 在冰谷都活不了 莲花也活不了 你醒了 多谢姑娘救命之恩 救不了了 他中了毒 活不成了 那一刻 美丽又诡异 我永生难忘 好 后来才知道 惠儿他天生惧怕炎热 所以一直就去冰谷 这睫毛可真长啊 我的冰残珠 我的冰残珠 万万没想到 惠儿身上的莲花 居然解了消云体内的剧毒 惠儿便一不解代地 照顾了他三天三夜 从此 情根深重 不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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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也有朵莲花了 消云终于醒了 李兄 我们来这兵谷快三个月了 眼下和千月洞决战在即 一在下之间 应该与盟主取得联系备好 我倒觉得 萧兄不妨也好伤我们再走 连累李兄了 谁敢走 惠儿姑娘 要么好好留下来陪我 要么就杀了你 想走 不可能 你不觉得你跟商官会很像吗 哪像啊 一样的以自我为中心 你看哥哥像他那么蠢吗 你不觉得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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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听 商官会果然是千月洞的妖女 哪怕不问江湖 也盛性凶残 说到凶残 你不认识 慧儿从不伤及任何人的性命 还救了我和萧苑 试问疯掌门 你刀下的王魂 可曾数得清楚 好 敌掌门所言诧异 人性善恶 绝非自然得来 所以才要后期叫化 萧盟主当时在那种环境下 还能面对恩人 选择正当 这才是仁义风范 封姑娘 所言极是 这 你们果然是天生的一段 一对为山 听见了吗 天生一对 你也是这么想吗 我能理解上官慧想要做什么 不过我也赞成 生命贵重 需要叫化 所以说 上官慧也只是为了留下萧劳盟主 但是手段太残忍了 太狠毒了 全天下没有任何人有资格评价慧儿 你可知道 那玄兵时可成失联 就这样被慧儿送给了那个萧元 如果在下知道 如果 全是屁话 你们既然要做君子 那为何不把君子做到底 慧儿 就是被你们这些伪山外表蒙蔽 错爱一生 你见过真的莲花吗 当然了 可我就没有 我的身体只能住在这齐寒的冰谷里 有一次我偷偷跑出去 远远的 只看到了碧波连天 后来哥哥 把这冰残坠 雕刻成莲花的样子 现在胸口 又有一朵你送我的莲花 在我的家乡 中秋 是一家团圆的日子 在这一天 家中的女眷 会放莲花灯 在月下许愿 以求全家团圆 那我要和萧哥哥 一起过中秋节 萧哥哥 你的心跳得好快啊 这是我的莲花灯 我的愿望是 和萧哥哥一生一世 永不分离 嗯 没想到 玄冰师和萧家星达鸽而为一 祝萧园练就了武功绝学 惠儿 惠儿 我练成凤鸣刀法 最后一世了 萧园身负重任 自认关系到天下苍生 武功大成便决意离开 惠儿 我要出谷一趟 可你答应我了 八月十五陪我点灯许愿的 我答应你 不管事情有没有办完 八月十五 我一定会来陪你许愿点灯 我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不认为你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有什么事 我认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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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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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这段孽人 他当然不高兴了 因为很快 他就知道了上光慧是谁 慧儿她是千月洞洞主的妹妹 你要是真爱慧儿 留下来 别再管白道和千月洞的恩怨 我知道八月十五那天 校园不会回来了 那一天 正是我们约定和千月洞 决一死战的日子 只有这样 校园才能当上下一任武林盟主 小姐快走 小姐快走 白道进宫 有兴主背叛 冬主当场身亡 走 走 惠儿 惠儿 把悬兵士给了消园 却害死了自己的亲哥哥 你们心目中的大英雄武林盟主 你们心目中的大英雄武林盟主 剿灭魔道的丰功伟绩 全是靠一个女人成全的 全是靠一个女人成全的 你说可笑不可笑 李兄 我们也去找过你 只是为时已晚 我被推下了断崖崖底 回了荣 才变成了今天的母鸭 我也想过一了百了 但支撑我活下去的理由 只有两个 一个是救出 备受凌辱的惠儿 还有一个 就是让消园 我被推下了断崖崖崖底 才变成了今天的母鸭 身败名裂 原来 盟主是你杀的 他是自断经脉而亡的 我原本给他下了玄冰毒 也让他体会下 辉尔这些年来所受的痛苦 没想到这个懦夫 竟然一死百了 真是便宜他了 我终于知道 我终于知道 每年中秋节父亲都做了什么 如今消云已死 灰儿 今天我就来陪你 我们再也不风干 等着我 等着我 Vanguard 忍耐 我 借儿 殺 李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他静一静吧 没想到盟主还有这样一段往事 一将功成 万古枯啊 何人在此设下的残局 这就让人糊涂了 也不知道这是刚刚开局随手一摆 还是眼见残局难解 干脆打乱了棋子 弃局而去呢 这盘局倒很像今天的情形啊 怎么说 这一黑一白两枚棋子 就好比上官会和骁老盟主 为此二子相生相依 仿佛置身一场情局之中 对啊 如果没有他人的干扰 哪分什么黑白正心 这两枚棋子 便可以长长久久地相守下去 可既在局内便无桃源 若是大波白子入局 这颗原本孤零零的白子 怎么还会忘记自己的身份 与黑子相安无事呢 当然可以忘记 既然入了这个情局 那就要相守相望 同生共死 就算是背叛原来的阵营 也不足为信 可若是这白子便是正道 这黑子便是邪道 情局是何等狭小的格局 白子理应坚守正道 以江湖大局为重 那这黑棋呢 快刀斩乱麻 方得太平 风姑娘 若是真像你说的 这么干脆利落 哪里还会有上官会的事情 天下之局 情爱之局 到头来 不过是一场迷局罢了 也不知道尚盟主 会做何选择 尚盟主 小白 尚盟主 尚盟主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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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